歡迎收看尚概關心電風的雲林新聞 為了雲林恩海地区的第四國中 不明就就出發林口寡流和蘇豪競爭的困境 救生可以說是很困難 不過學校的校長和老師是不放棄 等到競爭這支在進行加工頂頂的救生工作 後到林餐季竟是發揮創業 用到輕鬆儲備的方式來製造這救生的壓批 以掛去可可脫海的牧羊人來介紹 創業歌手就參加說 新雄林我在台西國中等你最懂的趣味 約欠不少人來關注 注意聽這首歌的歌手好像有點不一樣 這是台西國中為了救生 自己製造的創意壓批 台西向台西國中 勉林舊主化、林口瓦流和蘇豪競爭 甄甄的困境 為初學中林餐季是發揮創業 改變顧客可可脫海的牧羊人 這做創業的創業 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實際好 也讓更多學生選到台西國中來投資 因為現在少子化 所以這個學生數越來越少 而且私立學校他們招生相當的積極 在以往的話 我們可能會請老師 可能利用晚上時間出去招生 但是我們的老師其實在白天 教學都相當認真 晚上其實也要跟學生聯絡 所以我們後來把這樣招生的模式慢慢改成 就是用所謂這個數位行銷的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就是拍影片 那影片裡面會包含有學校的老師的介紹 學生的活動 另外還有學校的一些美麗的風景 那利用這樣的這個網路行銷的方式 來達到這個招生的目的 台西國中校長林餐季表示 這裡亞萍不然邀請專校老師做的六項 也在外面當中家立學校的活動和風景 透過亞萍可以了解學校的特色 這組別的歌手竟是受到歡迎 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像林餐季的臉書 關上完整鴨皮 這個影片本來有一句話叫做 新上人我在可可拓海等你 我們就把它改成 我在台西國中等你 這個影片的特點就是 我們全校的老師都參與了 我想這個在 搬學校裡面很難得 包括我們的人事主任 還有我們的護理師也都一起來幫忙唱 那我會每一個人分配一句 請他們在家裡就是唱一句傳給我 然後我再把它拼成整首歌 我一般就是會放在我自己的LV 還有我們這個台西的台西冷天地 另外我們有一些好朋友或我們的老師 都會幫忙分享出去 所以就是說可以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學校 然後來到我們學校來就讀這樣 講理學校所遇到的交信困境是越來越多 不過也有一個人對教友 唱完的很好的跟老師 用心總是教友工作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心平衡學校 也認同講理學校的教友 記者 林鋒伯 蔡宏 報道